2015年7月20日令計劃被雙開 官方公布的罪名中有兩項前所未見 分別是嚴重違反政治規矩 違法獲取黨和國家大量核心機密 令計劃一案被高層認為是中共建政以來 最錯綜複雜、政治影響最嚴重的案件之一 在中共中央機關中有一個神秘的機構 擔負著保衛所謂黨和國家核心機密的職責 這個機構名為中央保密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下設的辦公室名為中央保密辦 和國家保密局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 保密辦或保密局在保密委員會的領導之下 而保密委員會主任一般由中央辦公廳 簡稱中辦主任兼任 所以當專案組在前中辦主任令計劃家中 搜出2700多份有中辦字樣的密件副本時 工作人員大驚失色 據博訊雜誌報導 這些中辦文件大部分屬秘密集 部分屬機密集 甚至還有絕密集 涉及中共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和文化等諸多方面 不少文件上面有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的 圈閱和批示 雖然這些文件都是影印本或電子版 但數量之多、性質之嚴重、實屬罕見 這些機密文件大部分是2012年9月以後發出的 也就是令計劃離開中央辦公廳 轉任中央統戰部長後才發出的 調查發現令計劃是通過他在中辦的心腹死黨取得這些文件 其中包括時任中辦秘書局局長霍克和中辦機要局有關處長 這些人當年都是令計劃的手下 得令的關照提拔而受重用 據《動向雜誌》報導 令計劃在接獲中央政治局命令調離中辦等候令用時 被給予10天交班工作時間 但令要求增加一週時間被批准 同年12月中旬 新任中辦主任栗戰書、中組部部長趙樂際提出和令計劃合教交班 清點有關文件資料 令計劃十分抗拒 指已交接清點完畢 總書記胡錦濤和新界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劉雲山已簽署 確認無誤 令計劃還精心毀滅一批絕密文件 消息指 2013年9月、2014年4月及同年10月 中紀委、中央書記處和中組部 三次和令計劃談話 甚至亮出底牌值 有70多份文件失落、20多份文件外洩 令的工作日誌本有漏上交和作假情況 據知 在令計劃2003年主持中辦工作後 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紀委 先後接到120多件舉報 多是有關對令計劃涉及違紀違法活動 及家屬在經濟領域中的違法犯罪活動 全部被打入冷宫 不少舉報員件被令計劃親自銷毀 據高層消息 令計劃銷毀文件是利用調離中辦前的交接期 在夜間值班時親自處理的 令計劃用化學溶劑毀掉文件 溶劑殘餘物質留在制服上 制服是由中辦後勤處統一洗滴的 在洗滴時發現情況 向上級作出報告 才發現令計劃有意銷毀絕密文件 令計劃長期工作的中共中央辦公廳 是中共最核心最機密的中央機構之一 令計劃1995年7月 進駐中辦任調研室三組副組長 2003年7月任中辦副主任主持常務工作 2007年10月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辦主任 令任中共中央最高層多個小組成員 令計劃參與中辦工作16年之久 直接涉及到中共15届、16届、17届 政治局常委會核心的秘密 因此令計劃一案被中央政治局、中紀委、中央政法委 和專案組認為是建政以來最錯綜複雜 政治後果最嚴重的案件 甚至會有難以預料的破壞性 當局預料 令計劃利用落馬前一年多的時間精心策劃 離開中辦後大量竊取中共核心機密 顯然是有目的有動機的 可能是因為他預感自己政治末日將到 要為自己尋找救命稻草 以那些核心機密 要挾當局換取自己一線生機 但這些核心機密是否已經外泄 外泄多少最令高層憂慮 例如 關於令計劃弟弟令完成的去向目前仍然是個謎 2014年10月有媒體傳出令完成被調查 2015年3月海外媒體傳出令完成攜帶大量機密文件逃到美國 2015年8月3日 《紐約時報》報導 令完成又名王成或傑森王 在加州北部擁有價值250萬美元的住宅 居住在美國 令完成的公開職務是經商 但長期在中辦國務院部門擔任聯絡工作 有7個化名在境外活動 諸國賓、諸世界、王成、成美英、彭修時等 消息指 令完成在2014年7月 其大哥、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令政策被拘查後不久已出逃美國 相信他是得到信息提前出逃 免被中共滿門抄斬 接近令完成的消息指 令完成隨身攜帶有大批中共機要文件 令或是以此作要脅 逼當局要對其兩個哥哥和家人刀下留情 否則會引爆手中的政治核彈 中共有關部門設特別行動組展開追蹤監督其行蹤 船派出上百人到國外追擊 並和美、加、歐、多國聯繫展開合作通緝 民進的報導指 令完成的出走是文革以來最嚴重的出走事件 他攜帶的機密一旦對外泄露 對中共的摧毀力將石破天津 因為令計劃是十多年間橫跨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三個時代的 掌握最多、最高、最深機密的大內宗管 分析說 令計劃的腦海中掌握什麼 令完成的電腦中可能也就擁有什麼 哪怕他手頭沒有什麼食物和書面材料 而只有記憶也同樣不得了 他若對外界口述歷史披露若干內情 就足以讓中共若干高層人士身敗名裂 分析指 其中向令計劃和周永康聯合 利用國家間諜力量收集到的中共高層醜聞 這些高層之間 與各方包括外國各種勢力所做的各種政治、經濟、人事方面見不得人的交易 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 從醞釀籌備開始的權力博弈 江澤民集團在迫害人權、火災器官利益鏈中的驚人黑幕 乃至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情報 無一不是高度敏感 可以讓一批政要親客瓦解 讓另一批權貴一招負亡 據稱 令完成現在已是國際情報界追逐的目標 他們認定令計劃掌握中共核心機密至少十年 這名小弟必定擁有足以叫眾多中共高層膽戰心驚的材料 2016年1月15日 在一場記者會上回答提問時 中共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局長劉建超 沒有詳細介紹中共是否尋求遣返令完成 以及會採取怎樣的手段 只是說中方正在處理 也在和美國進行溝通 2016年2月11日 令完成通過律師史密斯確認人在美國 但拒絕透露他是否向美國申請政治庇護 或有沒有與美國當局溝通 令完成通過律師否認擁有大量機密 並稱要追究相關報導的責任 2015年12月底令計劃落馬後 在習近平批示下 中辦主任栗戰書主導對中共中央辦公廳 進行了大清洗 博訓稱 這場行動是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所未見的 原中辦工作人員要人人表態 付出以上要寫數值報告 總結自己過去兩年的工作以及遵計守法情況 中辦至少有三名副主任四名局長被調離 三名副主任分別是 調往中共中職工委的張建平 調往中共社科院的趙勝軒 和調往南水北調辦的王仲田 四名局長分別是調往法治辦的夏詠 調往國家旅遊局的霍克 調往國家人口衛生與計劃生育委的陳瑞平 調往中聯部的丁孝文 其中霍克調走一個月後就被公開處理 傳王仲田也已被停職接受調查 據悉 王仲田 霍克不僅涉嫌政治問題 還存在經濟問題 包括與北大方正集團存在權錢交易黑幕 北大方正董事長魏欣、行政總裁李友 已因捲入令計劃事件正在接受調查 此外 還有近百名處級以下的官員被調離 辭職或接受調查處分 與此同時 官媒報導習近平在2014年 先後三次視察中辦並講話 習在講話中要求中辦絕對忠誠 官媒還全文刊載 習近平早年在福建省任職時的 談談秘書工作的風範、講話稿 其中習近平尤其提到 秘書不能認為機關牌子大、領導靠山印 而有所倚仗、有肆無恐 更不允許濫用領導和辦公室的名義 謀取個人私利 據悉 中央辦公廳作為中共中樞神經 保密制度規定的相當嚴密 原則上有十步 不該說的機密絕對不說 不該問的機密絕對不問 不該看的機密絕對不看 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機密等等 中辦還詳細規定 如自製樓內的自製應每日清燒一次 燒時要進行檢查 特別機密和重要的廢紙必須立即燒毀 不得放入自製樓內 凡機密事項 不得用電話傳輸 夜晚送的秘密文件應二人同行等等 博迅說 在這種嚴密制度下 令計畫可輕易盜取數千份機密文件 說明中共這個中樞神經已病入膏肓 官方通報的令計畫嚴重違反政治規矩 可能還表現在以權力要脅和利益收買等方法 買通中共高層身邊人員或相關人士 監控眾多中共高層 包括他的老闆胡錦濤 如令計畫買通中南海電話局 俗稱三九局 專管紅色機子的女化務員 通過他們對各名中南海高層的通話信息 進行監控 被監聽者包括時任總書記胡錦濤 以及眾多政治局委員 常委 黨政軍高層等 三九局紅色化機班的女兵 都是經嚴格挑選 受過嚴密保密訓練 由總參謀部管 但平時工作歸中辦管 令計畫作為中辦主任 她提出的要求 往往被下面的人視為上級指示 故女兵們不以為意 只會服從 應其要求 將有關通話記錄報告給令 據悉 三九局女兵從全國征選 政治審查非常嚴格 她們集中住在中南海軍營 不許外出住宿 不許隨便外出 不許與親友通信 不許向親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點和任務 更不許在接通紅色機子後 偷聽通話人的電話 中共高層的紅色機子 在軍用保密網內 只配給中共黨政軍領導人 省部級或政軍級以上幹部 有的大型央企一把手也有 除了堅填高層 令計畫還利用職務之變 建立了自己獨立的情報系統 令計畫的情報系統 是依中央辦公廳調研功能而行的 而調研在中共政治中 就是情報活動的一種 如國安部的前身中央調查部 據悉令的情報系統 早就針對習近平在作業 更可怕的是 令計畫與周永康等結盟後 與周永康的國安情報系統結合 雙方共同利用這些情報系統 為上千名他們認為是一己勢力的官員 做了標籤 收集他們的不利材料 包括不正當的男女關係 地鑰匙放出 置這些政壇對手於死地 周永康自2007年出任政法委書記以來 密令中共國安部 利用他最先進的特務手段 建立了一個針對 全國聽局及以上官員的秘密檔案庫 由國安部副部長馬健等人負責 數以萬計官員政要被列入其中 包括習近平、李克強在內 2012年4月26日 《紐約時報》引自十多名 與中國共產黨有聯繫的消息來源稱 薄熙來為了強化自己在黨內的地位 對中共高層官員展開了大規模的竊聽活動 薄熙來通過王立軍在重慶建立的系統 對包括常委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共高官 進行了監聽活動 其中包括胡錦濤與中紀委副書記兼監察部部長馬文 重慶市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劉光磊間的通話 民進網同年4月披露 是周永康下令薄熙來和王立軍 收集最高領導層的黑材料 包括胡錦濤、習近平和溫家寶等 令計畫落馬 起因於私自調動中共中央警衛局掩蓋兒子車禍 2016年中共兩會遣夕 海外傳出中央警衛局局長曹清 和副局長王沁被調職的消息 曹清調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消息 獲中共軍報證實 但王沁下落一直不明 有媒體指 王沁是令計畫親信 應捲入令計畫案被調查 博迅稱 王沁與令計畫私交甚密 屬死黨關係 在當局決定調查令計畫後 王居然同情令計畫 並透露對習近平的不滿 又不利於習近平的表露 習在獲悉有關情報後 立即做出對中央警衛局高層換馬的決定 2015年3月初 中共兩會前 在中辦主任中央警衛局政要栗戰書安排下 由中央軍委委員張宥霞上將出馬 抽調北京軍區第38級短軍一個聯特種部隊 對中央警衛局進行清洗 其方法是以學習為名 召集中央警衛局全體營級以上幹部軍官集中 然後由張宥霞宣讀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 改組中央警衛局的命令 根據命令 中央警衛局局長曹清中將 調任北京軍區副司令 副局長王沁少將 調任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鄭州副校長 同時 部分與王沁關係密切的校級軍官 被停職接受軍紀委審查 所有被點名停職的軍官 要立即交出配槍 由會場外的38軍特種部隊接走 被現場攪械的 包括宣布調職的局長曹清中將 和副局長王沁少將 兩人還被要求立即乘車到各自新單位報到 不能再回辦公室 據透露 當時會場氣氛相當緊張 幾十名號稱是中南海大內高手的 中央警衛局軍官 面對外面賀鄉實彈的野戰軍特種兵 無人敢有意義 報導稱 這次動用禁衛野戰軍 拿下有意謀反的中央警衛局部分將官 是習近平上台以來最危險的一次經歷 隨後 曹清中將依然以中職機關全國人大代表身份 出席3月5日開幕的全國人大會議 他所穿軍裝佩戴的北京軍區兼章被香港媒體拍到 消息指 雖然曹清最後證明與王沁令計畫的陰謀無關 可以正常履職 但對中央警衛局出現這麼大的漏洞 仍負有一定責任 中央警衛局負責中共最高層領導的安全保衛 屬於中共軍隊的編制 聽從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調動 近兩年來有傳言 習近平多次遭未遂暗殺 皆中共內部所為 其中包括18大前周永康集團 遇發動政變加害習近平 報導稱 中共18大前後拿下的前政治局常委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 前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 前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都有力量有辦法對習近平下毒手 搞暗殺乃至發動政變 2015年的消息稱 周永康一度認為末日來臨 於是孤注一掷 策劃暗殺 第一次是在會議室中放置定時炸彈 另一次是趁習近平 在北京301醫院做體檢時打毒針 消息人士透露 這些暗殺都是由其助理和警衛譚洪實施 據悉 譚也在2015年12月1日被帶走 因此 時任局長曹青的中央警衛局 也被認為並沒有盡到保衛習近平的責任 習近平掀起打老虎運動後 多次在內部講話中表示 要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印證暗殺政變的傳言不虛 感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如果您對這個話題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請在下方留言 如果您喜歡這個節目 請給我們點個讚 這將是對我們團隊的最大鼓勵 同時 如果您想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便第一時間獲取我們的最新內容 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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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